我们七年前刚结婚 还没生小孩的时候 买了一个小坪树的房子 那时候是找王设计师来设计 觉得非常的满意 这七年过去之后 家庭的成员增加了 我们换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评数 二话不说 当然找王设计师再来合作 我很佩服鼎原 在预算的拿捏方面非常的精准 在装潢上面 其实偶尔会追加预算 但是他可以利用他的专业 将预算拿捏得很得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工班都非常的专业 也配合得非常的好 在整个售后部分我非常的满意 我当初要的需求就是 收纳一定要足够 另外一个需求是厨房的格局 它的动线不够流畅 这两个是我最在乎的部分 请顶员来帮忙 另外我还提出了工作阳台的需求 我需要一个舒适的工作阳台 那我在晒衣服整理家屋的时候 很放松 所以这几个要求提出来之后 全部交给设计师来处理 刚才跟女屋主聊天 我发现她真的好喜欢王设计师 她告诉我们大家说 因为设计师对这个房子 其实是相当地小心谨慎 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相当地细心 包括我们这一次看到这整个空间 是一个27年的老屋翻修 可是其实你在格局上面没有做太大的变动 因为我们对房屋的结构非常地注重 那刚好它的房间树跟屋主的 它们的需求是符合的 所以我们不会做太大的更动 只是说它有一些老派的格局需要这些调整 让它更符合现在它们需要的空间 是 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格局叫做老派 旧有的房子通常它都会把厨房单独隔起来 对 那是因为我们台湾是那种中式快炒 所以排油烟镜那些东西要比较注重到 所以会特别隔起来 可是事实上现在的一些机器比较发达 排烟的效果都其实都蛮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空间释放出来 跟客厅餐厅做个结合 让一些光线可以更透 这样的话它的空间上面会更舒服 在卧房的部分 其实它一些格局上不用做一些变动 可是它的内部卵装上面 我们会增加一些收纳 那还有就是它客浴的部分 它原本的客浴其实是一个很不舒适的空间 可是我们做一些调整之后 让它的空间放大之后 让它在里面的一些盥洗 跟上厕所的方式会比较舒服这样子 说到这边呢 你看哦 把这个老派的格局给打破呢 就是刚才设计师说的 其实你只有打破一道墙而已 让它的厨房开放出来 所以就我们现在一个这么摩登 这么时尚的一个参数空间 现在中岛其实已经在很多一些设计上面 常常拿来使用 只是说我们希望能加一些东西在 所以我们有去挑一些老木 跟中岛配合在一起 那屋主他在一些线上会议上 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开会的动作 那因为它后方的阳光其实是充足的 充足的 那如果这样照过来之后 其实它的那个氛围上我个人会觉得是一个比较蛮美的一个画面 那再来呢 有小孩的家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需要收纳 求求你把我把那些玩具杂物全部关起来 对那因为收纳是一个现代人很注重的一个部分 有些人希望有仓库可是仓库是多一个空间 对 所以我们把仓库释放出来用柜体来呈现 这个老屋其实有很多梁柱上的问题 那它的柱子都蛮深的 所以说在电视场的部分 我们就会结合它的深度之后做一些收纳空间 那因为它做了收纳空间之后 我们希望它可以美化它的柜体 它的板台有点半珠光的感觉 所以在阳光下跟在非阳光下 它会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 这样子的收纳空间的做法 除了它可以增加收纳之外 还可以增加它的一个美感 一进门你也会觉得这面电视场好吸睛 还有说到一进门 你知道吗 有小朋友的家庭 我们其实从开门进来 到了玄关 就一系列生活的SOP要进行了 我发现你都帮他们规划好了 我们玄关一进来它是一个长廊 当我们人一进来之后 它会有种冲进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 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我希望屋主能在进入这个长廊市的玄关之后 可以在它的动线上 可以完成它所有一系列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一进来之后 拖鞋穿鞋都可以在它的座椅里面完成 然后可以随手把东西放在那边 甚至钥匙或是手机可以放在那里 那接下来就是把它的鞋子 可以放在它的鞋柜里面 因为我们鞋柜比较深 因为它跟着柱子走 它的深度它可以放一个鞋盒 然后又在外面放一个鞋子 那它这样的放置量其实是够的 接下来就是它的外出衣柜 那它的动线上不管是进或是出 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动线 你看从玄关进来 一系列的收纳就相当的强大 而且非常细心把每个小细节都规划到了 而且连零食连许多的杂物 其实你也善用了很多梁柱的空间 其实这个屋子的柱子跟梁真的蛮多的 一进来之后会有一个柱子 那我们其实这边有个柜体是作为一个特别的设计 它其实算是L柜的一个造型设计 那它比较薄的地方呢 我们是做一个上下的一个呈现 中间可以让它做一个展示 可以放在那边可以让大家看得到 那另外下柜的部分可以放小孩子想要用的零食柜 让他们方便拿 那上面的话就让一些大人可以放置的东西 转过来这边靠近阳台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做一个比较小型的收纳柜体 它除了可以放吸尘器之外 那还可以放一些清洁用品 像到后阳台的工作空间的动线上就会很顺畅 那它原本后阳台的配色其实是一个很杂乱的配色 而且非常的令人受不了 所以说我们做一个对比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它前面是白色的 配上我们木质的柜体 这样比较一些深色的地板 所以它看起来感觉会比较舒服一些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空间呢 真的是所有妈妈们梦寐以求的空间 整个就觉得如果你今天没有跟我说 这个家庭有两个小孩 是不是大家看不出来呢 因为超级无敌干净 因为所有的杂物都被关起来了 我住进来已经一个月了 我觉得可以将所有的杂物跟玩具 回归到它的定位 让整个家里保持得干净清洁 这个部分让我非常的满意 谢谢顶元可以为我们打造 第二个幸福空间 想欣赏更多网顶元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